12月20号 记者从辽宁府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 府顺市顺城区理心肉类经销部从沈阳经销商采购巴西牛肉 未按疫情防控监管规定进行再次核酸检测及消毒 被罚款15万元 府顺市东周区小月亮配餐中心 未按疫情防控监管规定采购进口冷链食品 被罚款15万元